日本天王巨星牧村拓哉来台拍摄观光局的宣传片 不仅台湾的媒体跟得紧日本媒体也大量关注 日本媒体报导说牧村拓哉的好礼仪和素养获得台湾人的高度评价 日记天王牧村拓哉和大导演吴宇森笑得好灿烂 日本媒体导达标题写着台湾广告牧村拓哉初次合作 牧村拓哉和吴宇森合作拍摄台湾观光局 I love Taiwan宣传短片 两人开心合作 身为大导演的吴宇森 在片场亲力亲为让牧村很感动 吴宇森也很开心认识了很棒的朋友 影片将台湾美食芒果拼乌龙茶小笼包的入境 据说吴宇森力求完美 牧村拓哉吃小笼包的画面拍了14次才成功 但牧村不仅没抱怨还直呼小笼包好吃 日前牧村拓哉首次来台停留四天三夜 不仅台湾媒体跟得紧 日本媒体也大量关注 日媒报导说牧村到了拍摄现场 肯定会职工问好 摄影延长时间也不会说累等 职业素养及良好的礼仪 得到了台湾的高度评价 I love Taiwan宣传短片 预计10月在日本播出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I love Taiwan宣传短片